今天新闻一开始 我们就要来关注的是 桃园的防疫旅馆 竟然爆发了所谓的群聚感染 你可以关注到 桃园的这家防疫旅馆里面 包括了五楼 六楼 八楼 都有隔离的人都确诊了 五楼有一个 八楼也有一个 但是重点就是在六楼 六楼这里可以说是重灾区 因为算下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已经有六名房客确诊 而其中这四个红色框起来的 现在他们的基因定序相同 都是感染了Delta 而另外两个绿色的 目前的基因序列 还在调查当中 但是这个东西 当时为什么会被揪出来 最主要是要回到这一例案 16851 它是解除隔离了 已经回家 正在做所谓的 自主健康管理期间才确诊 你可以看到12月11号确诊 所以12月13号 就要来扩大回溯柴检 但没有想到这家防御旅馆 竟然有这么多人都确诊了 在今天的最新消息是 已经清空了整个防疫旅馆 所以目前要来查的就是说 这个防疫旅馆 到底是不是环境感染 还是交叉感染 甚至是不是有不当接触 这都是要调查清楚的 因为这对于我们来说 当然有影响 因为包括刚刚我们说的 这个案16851 它已经回到社区里面了 但是没有想到那个时候才被揪出确诊 所以现在指挥官陈时中也说 在未来也就是从今天开始 只要是入境检疫期间 筛检要从原本比较少的次数 增加到六次怎么多 拉起封锁线 锁不住桃园这家防疫旅馆 感染连环报 包括五楼新增的境外个案16872 和六楼六位同病相连 以及八楼也有一位确诊 目前就有八个人确诊 整起群聚感染 打从案16851 自主健康管理期间确诊 回溯追踪后发现 它和另外五例确诊都住在同一层 还都很近 指挥中心追查发现 案16851 案16841 16768 16856这四个人 还都是相同的S基因序列 同楼层另外两个人还要调查 不过案16768 因为最早发病 被列为疑似感染源头 案16851最早入住防疫旅馆 列为指标个案 整个六楼都是高风险区 因为我们这个病毒定序出来是Delta 我们比对到的 绝大部分都是越南境外一路的病例 所以我们认为说 跟这个越南来的这位案16768 是相合 他先有这个发病 具有传染力 由于防疫旅馆员工 採检都是阴性 那群聚感染的源头 从哪里爆开的 环境的可能性比较大 那根据两个理由 一个是在员工 他全部的PCR是阴性 然后第二个 全部的来的 这六间里面 事实上都是从不同的地方来的 相对也没有亲戚朋友的关系 但我们还在调阅录影带 是不是有不当的接触 担心防疫旅馆从正手变成破口 指挥中心宣布加强防疫旅速管控 不论是哪个入境方案 都必须在入境时 还有检疫的第三 七 十 十四 二十一天 总共做至少六次的PCR或公费快筛 违反的都要挨罚 还出动了管控专家 查核防疫旅速的措施 劳动部也要协助检视旅速空调 检疫期间有症状的都要PCR 确定一个都不能少 要保住确诊 一个都不能多 华尔新闻华民会方晴年台报导